长安门是华城城的北门和正门在水源市 1794年2月28日正祖十八开始修建长安门并于9月5日竣工 城堡外面有一座半圆形的翁松城堡它充当保护城堡大门的守卫 该门采用了典型的昭顺十七城门的形式 其规模和结构与首尔的宋礼门非常相似 始建于昭孙初七外观庄严 与宋礼门相比 它较新设有防御设施如翁松和竹台 那时当国王离开王宫时 在许多危险的情况下经常发生企图杀死国王的情况 所以相信已经安装了很多防御设施作为预防措施 在Sewang Warsong Fortress 20年代门左右墙被拆毁由于苏源市的城市规划项目 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该管被轰炸摧毁 1978年城楼又恢复原状 长安门是华城的北门 它的名字詹岸的意思是永久和平 长安指的是首都 也意味着人民的平安 华城城四门之一 长安门建于1794年 它由一座石拱门 两层木亭 还有一堵半圆形的砖墙 有助于保卫大门 由于华城的主要通道是沿着南北轴线 南北城门的作用相对重要 作为要塞的主要出入口 通常 韩国传统堡垒的正门是南门 然而 由于郑祖首先来到北门从首都前往华城时 华城城的北门是其正门 长安门 南门巴达越门 是华城最宏伟 最富盛名的建筑 它是用四坡屋顶建造的 一种所有侧面都向下倾斜到墙壁的屋顶 具有高贵的规模 在曹顺时代 长而弯曲的木材很难获得 与进阁屋顶仅用于宫殿等建筑物和首都的正门 门楼沿下 华丽且精心修剪的支撑木 称为大坡被组装在一起 因为宫殿里还没有修建多功能建筑 自18世纪以来近100年来 特别是来自江源道的木匠僧人Going Hub 前来帮忙施工 与首尔的宋里越门和纪越门相一起 长安越门代表了韩国曹顺王朝的城门 在长安越门外的入口处修建了一座半圆形的城池 两侧设有护门 保护城门 长安越的规模比首尔南大门宋里越还大 朝鲜朝孙王朝的首都 此门的木庭在朝鲜战争期间1950到1953被毁并于1975年重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